大家早晨好 全世界使用中文的朋友们 大家早晨好 现在是2021年3月9号周二 早晨8点20分 8点25 刚才早晨遛狗遛了一圈啊 趁着狗没回来 那猫啊吃了点肉酱 然后这狗 现在给他吃狗粮 他的绝食他不吃 每天早上起来 他也得吃点好的啊 这个给猫吃了 就得给狗吃啊 这是一种平衡吧 是叫balance吗 平等不能这么说啊 又露窃了哈 给大家看看啊 这个有人发言了啊 有个别的人大代表 还是说点人话啊 说点真话 说点良心话 说点心理话啊 也为底层的民众 或者更广大的 不特定的社会群体发声啊 这个叫做建议清理 以罚款为目的的电子抓拍啊 这就是叫以罚代罚啊 这中国经常怎么干啊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 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韩德云提出 据统计 2020年啊 全国交通罚款的总额 达到多少钱呢 3000亿 平均每车罚款 逾千元 mozen 1000 人民币 元 是吧 每辆车超过1000块钱 这个没错 我原来统计过 我的那个切诺基 有一年罚了900 有一年罚了1300 因为你到验车的时候 必须把罚款交了 所以我有印象啊 900一年 1300一年啊 他所以他说 每辆车平均超1000 这绝对靠谱 然后他说 如此高额的交通罚款 或和电子警察的滥用有关 电子警察吗 摄像头吗 建议国务院公共交通管理部门 从国家统一管理的层面 规范各地设置使用电子警察的标准 韩德云表示 部分地方的交管部门 安装使用数量众多的电子警察 他说部分地方 他这说话留着余地呢 实际上是全国各地 除了港澳台啊 中国大陆认为港澳台也是自己的啊 除了港澳台啊 只要是内地各省市区全这样啊 甚至啊 电子警察在一些路段的设置和使用 不仅未能有效保障行路安全 反而给正常的交通秩序 带来安全隐患 比如使用超强闪光装置等 对啊 他捕捉到你之后 他一闪光 他是为了给你拍下来 然后他好罚款啊 这些设施的好像都是某些公司提供的 好像我听到一个说法 这些公司和交通队好像还分成 我听说啊 不知道真假 而且在中国有很多省份 发现了一些案例 就是说他那个路段 他那个 比如说限速 他设置的非常不合理 比如说 100公里限速 突然就给你降到50 有的人根本就 你即便看见了 你 你踩刹车 也都很难 从技术上都很难做到 甚至会有一些危险存在啊 现在我突然想起来 03年 04年 也许到06年啊 那会儿忘京 北京是朝阳区忘京 还比较荒凉 住的人也少 然后那会儿 就有那个三崩子 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摩的三崩子啊 就拿一个摩托的底盘之类的 焊一棚子 你坐上边 像我有时候 比如说那会儿地铁才 地铁只有忘京西 从忘京西出来 黑咕隆咚回家怎么办 打一摩的吧 五块钱 他确实横冲直撞啊 然后乱开逆行 带来一些安全隐患 但是警察 我亲眼看见 有一次在忘京花园小区 忘京花园分东区西区 就在西区啊 忘京花园住着很多大学老师 什么首都医科大学的 什么中国政法的 所以忘京花园小区 也叫高校花园啊 都是高校老师比较多 当然了 他们这些高校老师不知道 这个忘京花园这一片地 原来是一个村 这个村叫四合庄 四合庄什么意思啊 它是坟券子 是四个大户人间的坟券子 坟地加一块叫四合庄 当然啊 北京郊区 很多小区都是原来的坟地 都是菜地 砖窑 垃圾厂 很多都是老百姓不知道 实际底下都很脏 知道吗 很脏 然后呢 我亲眼看见一个交警 就一个三崩子 当然也都是外地人啊 那交警 交警不用那大摩托吗 警用摩托 马力大 看见一个三崩子 三崩子刚要跑 那交警 把那前轮抬起来 夹着油门 啊那 就把那三崩子给顶在那个墙角了 他跑不了了 平常他们都跑 然后交警带了两个 血管吧 那会儿还不穿制服 零几年的时候 0304到0506 啊 然后不穿制服 就穿老百姓的衣服 就像两个痞子 两个流氓 那两个人 就是那交警带来的 上去就打那个人 劈头盖脸的打 打了一会儿之后 那警察说 行了行了 别打了 哎 实际就是 说的难听点 就是狼狈为奸 他就是警察带来的帮手 对吧 打几下 出出气 也把那个人的气焰给打下去了 也怕他反抗 然后警察说 别打了 别打了 就给带走了 但是那些三崩子车怎么处理的 是没收之后 交点罚款 是吧 再取出来 还是说给销毁了 是吧 那罚款交在谁手里了 有没有票据 对吧 是否进了小金库 还是进了个人腰包 还是说所谓的所谓的国库 是吧 当然我不承认有国库啊 我说那是老百姓的全体老百姓的纳税钱 最后都变成了各部门各单位的 有的哈 就变成小金库 还有这个钱 我记得在六四 八九年六四不是啪啪啪开枪了吗 开枪之后 我表弟我表弟我大姑家俩儿子 那个二小子 那大儿子吧 上大学理工大学 后来去日本啊 去了好多年就比较的 中国人眼里边吧 中国人的标准就是好孩子啊 品学兼优 这老二就跟他哥完全不一样 差一岁 经常惹事打架 给自己弄的也挺那什么 就六四之后没多久 他就跟人打架 就在哪儿 就在海淀干架口 结果就被干派啊 干架口就叫干派 天安门叫天派啊 就被干架口派人所给抓起来了 那会刚开完枪 老百姓害怕的很 结果我大姑啊 又拖人弄呛的 拖人弄呛的就是 拖人啊 就还得找人求情 找人脉 又给赎他 给我那二表弟又赎 赎的话警察说得交罚款 交是一万是多少 反正不少 我大姑他们家 我的大姑父为我这个为我这二表弟可没少费心 然后可是 但是有个前提 没发票 什么叫没发票 这钱就隔几个分了 那几个警察 是吧 估计所长分一份 所长执导员 副所长副指导员 是吧那会那会没有警长这个职务 然后剩下都是警察 有资深的 有资浅的 岁数大的 岁数小的 估计是他们分了 是吧 所以中国这事啊 以罚代罚太普遍了 是吧 就说到这吧 朋友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